普解乌克兰 人口 军事 工业和经济并脉 2月24日 俄乌局势继续升温 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军事行动 超出人的预期 在下面的地图中 Visual Capitalist网站从国家结构的角度对乌克兰做出了介绍 乌克兰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成立的独立国家 从那时起 由于政治动荡 这个国家经常登上头条新闻 乌克兰有近4400万人口 是欧洲第八大人口大国 从人口这个角度来看 它比西班牙略小 比西亚大四倍 如下图所示 乌克兰很大一部分人口 居住在首都基辅吉西周边地区 以及顿涅茨克地区 这是当前 乌克兰与俄罗斯冲突的前沿和中心地区 许多讲俄语的公民生活在该国东部 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 乌克兰人几乎占总人口的近78% 俄罗斯人占总人口的17%左右 是世界上最大的俄罗斯侨民 其他少数民族包括白俄罗斯人0.6% 保加利亚人0.4% 匈牙利人0.3% 克里米亚达达人0.5% 罗马尼亚人0.3% 波兰人0.3% 犹太人0.2%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由于高移民率 高死亡率和低出生率 该国的人口一直在下降 大多数人是基督徒 其中60%的人宣称信奉东正教的分支 苏联解体时 乌克兰交出了数千枚核武器 以换取俄罗斯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安全保证 然而 国防工业仍然是乌克兰的一个重要战略部门 该国向印度 沙特阿阿伯和土耳其等国家出口武器 此外 乌克兰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特别是矿藏 乌克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及铁矿石储备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乌克兰的已知天然气储量 在欧洲排名第二 但目前大部分人未得到开发 同时 乌克兰地势平坎 土壤质量高 是一个农业大国 该国是世界第五大小麦出口国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葵花子和菜籽油出口国 煤矿 化工 机械产品和造传业 也是乌克兰的重要经济部门 鉴于该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 在谈论乌克兰时 几乎不可能不提到邻国俄罗斯 乌克兰的东部和东北部与俄罗斯接壤 从沃斯科驱车前往乌克兰边境城市 烧斯卡大约需要8小时 在西北部 乌克兰也与白俄罗斯接壤 白俄罗斯与克林武林宫关系密切 乌克兰的东南部是克里米亚半岛 这个半岛完全被黑海和较小的亚素海所包围 2014年 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 并建立了联邦共和国 克里米亚共和国和联邦城市塞瓦斯托波尔 俄罗斯对乌克兰尤其感兴趣 因为莫斯科依靠黑海进入地中海 位于克里米亚西南边缘的塞瓦斯托波尔港 是该地区为数不多的 可供俄罗斯使用的不冻结深水港口之一 由于两国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 乌克兰一直在寻求减少俄罗斯对其经济的影响力 近年来 中国和波兰已经超过俄罗斯 成为乌克兰最大的国家贸易伙伴 然而 乌克兰仍然是俄罗斯天然气的重要通道 这些天然气为欧洲数百万家庭供暖 发电 并为欧洲工厂提供动力 此外 乌克兰与俄罗斯连接的是同一个电网 因此在电力出现短缺的情况下 乌克兰仍然依赖穆斯科 尽管冲突不断升温 但两国仍有经济联系 这将影响局势的发展 乌克兰处于西方大国 与俄罗斯之间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 而这种竞争正在此升温 俄罗斯边境沿线的两个地区 邓涅茨克和卢干斯克 自2014年以来 一直是冲突地区 当时新俄的分裂分子 开始与政府军发生冲突 下图显示了两支对立力量之间的接触区域 目前 俄罗斯在两国边境以及邻国白俄罗斯的不同地点 集结了军队和军事装备 前几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军队 进入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分林地区 承认这两个地区为独立国家 这被认为是 明斯克协议的带来的七年和平的明确终点 当地时间2月24日清晨 普京再次发表全国讲话 宣布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 局势仍在迅速演变 随着这场冲突的升温 顿巴斯地区的约500万居民将会遭遇什么 仍有待观察